新华社南宁,1月21日电,王玉山,黄贵宾近年来,武警广西总队深入推进科技强行,持续打造智慧磐石工程,一批高新装备陆续列装执勤一线,遂行任务滞效明显提升,发现犯人脱逃,倾诉增援。 前不久,武警南宁支队举行方案演练,犯人刚离开警戒区,就被尚未执勤系统自动识别,跟踪锁定,伴随一系列作战指令下达,不到一分钟犯人就束手就擒,人脸识别系统代替哨兵查证,以秒速查验目标,反馈信息,尚未系统终端全息改之,代替人为手动监控。 预有情况第一时间联通全少尉,通知到全营区,通过不断完善信息平台系统,武警广西总队,打造了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科技的执勤兼兵利器,在减原增效,缓解执勤压力的同时,全面提升了执勤安全系数,使之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 不仅是执勤任务,科技创新给部队练兵备战,也带来一系列新变化。 在训练工作中,这个总队将大数据等信息手段,与专勤专训相融合,即区分层次开展执勤训练。 更通过对季节特点、训练强度、官兵体制等综合分析,描绘官兵执勤状态参照系,合理抽组执勤兵力,灵活调整组训内容,切实提高执勤训练的滞效。 在战备工作中,他们结合驻地沿海沿边沿江特点,进一步细化了犯人逃脱、海上潜逃、外来投送可疑物等三十多种执勤情况处置方法手段。 与此同时,他们还坚持精细用兵的理念,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绘制完善执勤祖勤部署图,实时显示重要目标信息、人群流动轨迹等。 欲有情况可实现追踪锁定,或制药情,有效弥补了执勤的锚点漏洞,提高了祖勤的精准性、精细化。 科技理念升级,助力官兵打赢。 受益于不断增强的信息化条件下执勤能力。 武警广西总队先后圆满完成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庆祝活动安保等级纳险重任务二十余起。 执勤目标连续三十多年安全无事故。 环球网军事1月9日报道,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1月8日报道。 俄罗斯Blendreader网站在推特上称。 美国空军2Q-4B-30全球鹰战略侦察无人机,7日在克里米亚海岸附近开展了侦察。 据该网站消息,这架无人机,当天早上从意大利西哥内拉空军基地出发,前往顿巴斯分界线。 当天晚上,沿俄罗斯黑海开展侦察飞行,抵达距离塞瓦斯托波尔海岸线33公里的地方,之后于20-30飞回驻地机场。 当天,克里米亚海岸附近,还发现一架美国海军波音P-8A波塞东返前巡逻机。 该机在莫斯科时间20-25时分结束任务。 最近一段时间,外国侦察机和无人机,递进俄罗斯边境的事件增多。 特别是在俄罗斯克里米亚地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及西部边境附近。 At Sevilla Deadpost,7500 on the 31,中宣布授予好景文时代凯模称号。 中央宣传部12月28日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好景文的先进事迹。 授予他时代凯模称号。 郝景文是空军航空兵谋旅旅长,空军特级飞行员。 入伍24年来,他始终牢记职责使命,亲戏祖国蓝天,苦练经飞,始至打赢。 成长为一名精英飞行员和优秀指挥员。 党的十八代以来,郝景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击思想。 聚精会神抓备战谋打赢。 紧盯对手伸延至圣之法。 紧跟任务提升指挥素养。 紧贴实战培养飞行人才。 带领部队出色完成钓鱼岛空中维权、 东海防空识别区常态化管控等重大任务。 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上,做出重要贡献。 被表彰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荣获空军首届对抗空战比武金头盔, 荣力二等攻一次,三等攻五次。 陆军反降技术骨干, 开展多反型反降训练,提高特种作战能力。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近日组织来自陆军特种作战旅的反降技术骨干。 开展恶劣环境下多反型、多高度、多方式石跳训练。 为特种作战旅,培养过硬反降教练员。 提升特种作战能力。 布吉纳法索发生袭击事件,致石宁县兵死亡。 瓦家杜骨消息, 布吉纳法索安全部门27日发布声明说, 该国西北部苏鲁省当天发生一起袭击事件, 造成十名宪兵死亡。 德国外长强烈反对在欧洲重新部署中程导弹。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日前说, 如果中导条约遭废弃, 德国强烈反对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的所有举动。 马斯接受德意志新闻社采访时说, 欧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成为军备竞赛的辩论舞台, 德国将广泛抵制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 特朗普突访伊拉克慰问美军称, 不会继续当世界警察。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日前秘密非抵伊拉克, 探视驻伊美军。 正是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美军作战地区。 他说美国不会继续当世界警察, 力挺从叙利亚撤军决定, 但不打算从伊拉克撤军, 以便继续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也门停火协议, 仍显脆弱联合国观察团盲监督。 也门政府与胡塞反政府武装, 达成的停火协议, 执行一周有余。 鸿海城市和台达, 依然不时响起炮声。 双方互相指责违反协议。 监督停火的联合国观察团26日, 召集双方开会。 以避免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破产。 环球网军事综合报道, 英国在南海建造一个军事基地, 并非无稽之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1月4日在头条发文, 为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 上周透露的这一计划敲鞭鼓, 并暗示英国基地的可能地点为新加坡和文来。 评论称, 这一计划, 尤其会让美国感到高兴, 但料将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对。 中国学者赵俊杰, 次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以英国的实力, 即使在亚洲设立军事基地, 也不会对南海局势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不过很有可能和美国饶箱呼应, 不时制造一些不和谐的噪音。 据报道,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 2018年12月30日, 刊登对威廉姆C的采访, 他称对英国脱欧后的前景非常乐观。 这是我们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了不起的时刻。 这是我们将再次成为真正全球大国的时刻。 英国将在远东地区开设新军事基地。 CNN称, 英国国防消息人士, 特别提到新加坡和文来, 批评者质疑伦敦是否拥有实施此类计划的资金或战略构想。 CNN称, 但这一计划似乎可行, 作为二十世纪上半月的遗产之一。 英国目前仍在这两个国家有少量驻军。 而且这两个国家, 还都位于北京影子赫然耸立的南海地区。 文章提及英国军舰2018年, 曾出现在西沙群岛海域, 引发中方不满。 英国在东南亚建新基地, 外交学者网站, 四日以此为题发文。 对国际媒体炒作这一话题提出质疑。 文章称, 英国已经试图增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但这些行动, 究竟会达到什么规模? 还有待观察。 而且, 东南亚国家对处理大国驻军问题尤其敏感。 CNN的分析则认为, 对英国来说, 在东南亚设立军事基地, 不仅极具战略意义, 还具有经济意义。 每个推销员都会告诉你, 炫耀有助于出售商品。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FIP2I的报告显示, 2002年至2017年, 英国一直是世界上第二大武器生产国。 文章称, 位于亚洲的军事基地, 将成为英国展示其部分军事设施的橱窗。 大规模军火交易, 或将在很大程度上, 提振脱欧后的英国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 四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俗话说, 受此的骆驼比马大, 大英帝国的辉煌, 已经不在了。 但是它历史文化的基点还在。 在亚洲, 尤其是东南亚有很多英联邦国家。